油管的自媒体欧洲比尔啊 近期啊谈了一期话题 他这个话题呢说呢 在讨论是不是文革还要在中国卷土重来 再来第二次 他作为80后他是怎么看的 但是缺姐发现啊 他这个80后啊是谈讨这个话题的 因为什么呢 他不像缺姐 缺姐呢是眼睁睁的看着文革的那些余孽们 文革的从犯们 尤其是从犯们 煮饭也没有被抓到几个 不管是从犯还是煮饭 是怎么样水乳交融的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缺姐作为一个70后 那是非常清楚的看到啊 这个陈丹青啊 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文革居然还在讨论说文革好不好 正确不正确 这就是一个傻逼的民族 注定还要有深重的灾难 陈丹青啊 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已经预言过了 说这文革肯定还得来第二次 包括这个温家宝 温家宝啊 他在有一次这个会议讲话里 他也说过 因为什么呢 文革根本就没有被清算过 中国的十权派啊 其实全都是 不管是这个缺姐年轻时发现的那些十权派 还是现在 现在啊 中国做到最顶端的是谁啊 那不都是文革那批 参与过打人斗人的那批文革小将吗 要么就是啊 当时是青年人 要么呢 当时就是小学生 缺姐小时就发现啊 所有文革的罪犯啊 都在手里掌握到了基层的权利 你说真正被抓到的文革暴徒 那是非常少非常少 因为什么呢 那些老干部也好 或什么也好啊 就是文人也好啊 他们被批斗 他们并不知道 说批斗自己年轻人 是谁根本就不认识 也不知道名字是谁 然后呢 长大后长什么样 都是未成年的有的事 他不知道长大后呢 长什么样 甚至除非是在监狱里折磨过他 他每天跟这个人接触 这几个人接触 他知道他叫什么 长什么样 有很多啊 都已经根本就抓不到 他们早就在 就这些暴徒们呢 这些罪犯们啊 早就在文革的中后期 掌握了这个国家基层的权利 比如说啊 当上了村支书 村干部 当上老师了 机关这个政府的基层官员 厂矿企业的行政干部 工农兵的大学生 等等等等 就这个欧洲比尔 他是因为年纪小 不知道这中间的过渡 衔接是怎么回事 你缺减呢 作为七零后啊 你就清楚的看到 说这些文革暴徒们 是怎么在基层社会 把持到权利的 你动脑子想想啊 就这些人 这波人在少年时代 什么儿童时代 就如此的热爱暴力和权力 你说到了青年时代 他怎么就不知道 这趁着这个 改什么波 波乱反正的这么一个春风 钻营到 利用这种各种政策的控制 他钻营到基层社会的各种权利呢 哪怕是七八年那一批大学生 他们在农村 干活的时候 难道他们就没有参与过 迫害别人吗 肯定啊 你不斗别人 别人斗你啊 包括很多老干部 说我被批斗了 怎么怎么着 但是他被打倒之前 被批斗之前 他们都参与过 跟着拿手 举红宝数 批斗这个 打倒那个 他们都参与过 甚至是主谋 主犯 非常多啊 你文人 你大家只要翻开这个文革的史料 看一看就知道 尤其是非常有名的文人 被打倒的文人 他们被打倒之前 都批斗过别人 打倒过别人 就真正被抓住的啊 这种文革暴徒非常少 而且呢 就这些在80年代初啊 70年代末期啊 就这些啊 从下到上 从上到下 所有的权力 都被文革里的 这些主犯们 把持的前提下 你说怎么可能说 反思文革呢 你反思的话 要不要把这些人 从这个基层权力层里 揪度出来啊 揪出来举报的过程 还不是又得来一场 这个文革大清洗啊 又得来一场 人民陷入啊 人斗人的汪洋大海里 就那些说着反思啊 说自己受害者呀 本身呢 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啊 不同批次的参与过 迫害多少个人啊 只要多读读这个文革 早期的史料就知道 就例子就不举了 查查看就知道了 包括周恩来 他就没有参与过 迫害其他老干部吗 要不要看看那些 录像资料里 有周恩来举着红包书 参与过批斗 什么定性为反革命的 彭德怀 刘少奇 还有文坛上的知名笔杆子啊 他们在早期都迫害过别人 然后又被另一拨人迫害和打倒 都是这样的 就是反复几轮啊 就是绞肉鸡啊 每个人都身陷其中 每个人都卷肉其中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但是他们都是加害者 基本上啊 每一个在1965年之前出生的人呢 他们都不同程度参与过迫害其他人 而那些1965年到1985年之间出生的人呢 都不同程度受到过家里的兄弟姐妹呀 父母亲戚们啊 这些文革余孽们的深传言教 就这些拨人身上啊 他们就包括你我啊 包括大家啊 身上都受到这些文革余孽的思想啊 行为啊 观念模式的前一默化 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这种文革模式 怎么深入人心啊 怎么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像缺姐这种啊 出生于兵工厂 后来呢 生活在政府机关啊 小地方呢 政府机关的人呢 就特别清楚这个思维模式是怎么渗透到 1965年到1985年出生的人 他们这种爱从小到大就前一默化就被 被家里的这些文革余孽嘛 什么从犯煮犯嘛 给影响的 而呢 1985年到1995年出生的人的父母呢 都是1955年到1970年出生的文盲生下来的 你想想很多80后啊 都是1955年建国后到1970年出生的文盲 这种文盲生下来 你想想他们这种这一代人身上 这一些文盲们啊 他们没有在学校生过正规的教育 这一代人身都残留着文盲父母制造的心灵伤害啊 他就不假思索的 尤其是农村人啊 他就把孩子就扔在农村的老家里 让这孩子做留守儿童 他们去外地打工 他们赚钱 他们不觉得说把自己的孩子扔掉 有些女孩扔掉扔在农村里 会遭遇什么 他们不觉得 而呢 1995年到2010年出生的人呢 都是当年的红卫兵 甚至是暴徒罪犯们的孙子伴 很多变老的坏人呢 是替70后的子女带孩子 又把这个文革思维呢 注入了孙子辈的心里面 你说又赶上了中国经济发展 带来的什么所谓的大国自信 所以你说这个1995年到2010年出生的年轻人 他怎么能不小粉红 小粉红呢 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他们就维护这个权利 他们从小就跟这些老人们呢 跟父母呢 习得了对权利的崇拜 他们自然而然又自己 又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觉得 哎呦 自己掌握了什么权利 又自己也赶上了这个房产的 这个暴涨 这个红帝 什么拆迁户啊 什么的 他们觉得要维护 现在的这个利益 那他们肯定就粉红啊 所以呢 这种啊 就是说95年到2010年出生的这些人呢 他们这种权利的脑残粉和精致利益主义者啊 就占了绝大多数 包括现在北大的 什么抗疫拆墙的 复旦的啊 也抗疫这个 这个防疫政策 就各个大学 他们都是啊 1995年到2010年之间出生的 小粉红就已经占据了大多数 包括缺姐以前啊 在学校里 发现缺姐 缺姐发现没办法跟80后 说话 比如说这个08年 那个宴障门那件事 多少女艺人是受害者呀 结果她们声讨什么阿娇 声讨还声讨什么汤梅 缺姐就觉得 你说她一个女艺人 她有办法掌控 这个影片怎么拍摄 她如果说拒绝的话 那这个戏就不是她的 而且呢 她被这个导演呢 或周围人呢 说你这为艺术现身呢 这是干净的 这是高尚的 这是从 这是伟大的 那可不汤梅 后来被封杀了一段 又被辱骂 各种辱骂 阿娇呢 她完全是被人骗 被陈冠希骗了 拍下那样的照片 结果呢 哎呦 那帮学生啊 就就就 简直就是 可笑至极啊 缺姐跟她说不通的啊 七零后说不通 你一说多了 你作为女老师 还没结婚的女老师 她们会觉得你呢 你这个女老师是不是也 私生活有问题啊 你这个脑子 是不是有问题啊 把缺姐还说的挺那什么的 我一看 跟这帮人说不通的 我一看 这帮人就 这个思维啊 这个价值观 那 如果说 遇到社会动荡 像比如说 现在的这个疫情啊 大黄疫似的 那可不 很容易 你们就 又卷入人斗人的 这个斗争里 他们就善于 我就缺姐发现 80后 90后 特善于人斗人 哈哈 这就是缺姐 以前在学校里发现的 再说一下啊 就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 网友们都是几零后啊 回忆一下 你说上学期间的 这个学校啊 领导啊 是不是有那种 还有就是工作中 老领导们啊 是不是有那种 工农兵出身的 大学生出身的 这种老师领导啊 其实他们都当过红卫兵 你不当 当过红卫兵 你是不可能 作为工农兵 大学生被推荐进去的 就这种人 你说管理学校 是不是红卫兵 那一套管人整人的手段 包括缺姐的父母和大人们啊 动不动就整人斗人 打压孩子们啊 这个奴化孩子们 都是这样的 你发现他们就是说孩子 骂孩子 整孩子 不都是那一套吗 而且呢 缺姐上学时候 上中学时候 还上大学的时候 就老师们 只要一说到文革 哎呦 都一脸呢 他们都是经历过的 比缺姐年龄大很多的 就经历过文革的 就一脸的会莫如生 就一脸的欲言又止 就那个表情 那个语气啊 就说了一半 哎呦 马上就打住了 然后就给你个眼神 让你自己去自行体会 因为呢 他们都知道自己也参与过 是吧 他们只是怕呢 我们这些学生呢 因为他们自己说话不小心 举报他们 投诉他们 果不其然 缺姐就发现 到了2010年以后啊 这个学生 中国国内的学生 经常举报 这个大学的老师 说我们说话反动 当然啊 有些老师啊 是拿着这个课堂啊 发泄自己的一些情绪 发泄自己的什么 就是跟这个教学大纲啊 离题太远 就胡说八道 他确实没好好备课 他不否认 但是呢 明明这个老师呢 他是课程逃不过啊 这个课程内容 他就涉及到这方面 他作为一个学者 他必须实事求是 哎 就不小心出了红线了 哎 就被举报了 然后就被解聘了 缺姐啊 这个上世纪 不上世纪啊 就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差不多就看出了啊 这个中国这个地 学校这个地方 不能久留 一旦久留的话 像缺姐这种 又不说假话啊 又不打马灰眼的这种人呢 就很容易 一表心擦心 就走火 就被这学生举报 缺姐就知道啊 这个 当老师这条路 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什么呢 缺姐就回忆啊 你说中小学那些老师啊 一说到文革就 那副表情 那副神秘的表情 哎呦 那缺姐就觉得 哎呦 这不能久留 赶紧跑 而且呢 这个文革啊 自从中 可以这么说吧 就咱们倒推啊 文革自从这个 中共建政之后 其实就没有离开过中国人 甚至说建政之前 文革也在家庭内部 以封建 这种等级制度 封建制度 封建文化 这种家族内的 什么高低贵贱的 这个模式 一直进行了几千年到 比如说 我死爹的 婊子爹妈 他们在他们的 大家族里受气 哎 把回到家 关上门 就开始蹂躏孩子 虐待孩子 找心理平衡了 他们在解放前 打孩子 那就 就把所有的孩子 都叫过来 列队 参观 这些老贱逼啊 这些那个婊子妈啊 居然把这个 烧着烟烟的 烟带锅子的火炭 扣在孩子头上 这不都是 这不都是这种文革形式的暴力 虐待吗 你说文革说白了 就是几千年 人吃人 封建等级制度的延续而已 这是缺解啊 对这个文革 这个认识 这个民族文化就这样 这个民族文化就人吃人 谁 如果说活得早 他说会最凄惨的 就是鲁迅呢 鲁迅看这个民族 看得太透彻了 所以说呢 缺解就发现 很多80后啊 就是那些自媒体 是谈这个文革话题 你是谈不清楚的 缺少这种缺解 这种70后啊 说对周围大人的小时候啊 儿童期啊 对周围大人的行为啊 思维啊 他们那种 就是那种观察思考 他们也不清楚说文革 余孽们怎么掌握到了 这个国家基层的权利 其实文革呢 他只是说在这个国家里啊 从这个活跃期啊 被衔接过渡到了休眠期 现在这座火火山呢 休眠火山又从休眠期 开上开始活跃起来了 他进入了即将爆发的活跃期而已 这个文革啊 几千年都如此 他只是以不同的形式 你包括什么太平天国 你包括什么陈胜吴广 那些暴民革命 当然历史书写的是另外一回事 什么歌颂他什么光明正义 要不要看看这个太平天国干了多少 灭绝人寰的惨事 反人类的 你再看看什么张献忠 就各种暴民啊 那种暴力形式 其实都是文革 再看看 这个 还有什么的 就各种吧 就是只要这个研究一下历史啊 看看真正的史料 不要看啊 咱们教科书上的史料 你不要说中国有这样的文革 外国也有 这就是人性的丑恶之极大称 人性之恶 人性本的恶 人性就如此 只能通过啊 这种各种规章制度 把人的恶啊 控制住 限制住 灌在笼子里 只要你不灌在笼子里 它就会爆发 中共的这个体制 是不会把人性之恶 灌在笼子里 不灌在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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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灌在笼子里